香港影坛有许多背景厉害的人物,比如陈慧敏,龙武,邓光荣等,还有一位同样厉害,不过和他们几位不一样,他就是任达华。 任达华的哥哥任达荣是远景乌处副处长,专管行动的,可以调动飞虎队,你说有哪个敢招惹任达华的? 平时任达华不会把哥哥搬出来,他在访谈节目中也说过自己的一些经历,那个时候不拍不行呀,同时有些事情也是不能说的。 其实想想也是有可能的,1993年任达华一年就拍了16部电影,还有一部电视剧,比以前的刘十三,刘德华,张义达,张曼玉,郑九祖,郑玉玲,厉害多了。 任达华虽然背景深厚,不过也有一年拍16部电影的经历,而且还有不少犯罪片,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哥哥那个时候职位不太高的原因。 1993年任达华和张卫健合作了四部电影,有两部由王晶指导,阵容都比较强大,超级学校霸王王晶找来刘德华,张学友和郭富城三大天王,外加郑一剑,任达华,邱淑珍,杨彩妮,刘晓愧等人给张卫健当配角。 全片热闹非凡,小时候一直期待着第二部,谁知道至今也没有等到。 还有一部是《武侠七公主》,这次找来的都是女神级别的人物,杨子琼,张敏,陈嘉玲,张曼玉,郑玉玲,关永和等。 张卫健也极尽搞笑,还男扮女装。 同时任达华在里面出演大反派东宁霸刀柳生杀神,实力强劲。 第三部是《黑豹天下》,阵容同样强大,除了任达华和张卫健之外,还有林青霞,邓光荣,梁家辉,吴家丽等人,本片算是时装版武侠片,他们几个人是一个团队,各自都有绝活。 比较搞笑的就是张卫健了,只要有奶嘴就会非常厉害,简直就是无敌。 前面三部任达华和张卫健互动比较少,在波兰街大少成了好兄弟,互动也多了一些。 整部影片其实没有多大特色,在同类型港片中只能算一般,同时张卫健也没有真正发挥喜剧本色。 最忧伤的就是结局太惨了,同时也告诉我们一句话,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 接着是任达华和几位女生的合作,先来介绍叶宇清,毕竟两人合作过不少电影,1993年有一部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,不过俩人没多少互动,任达华在里面也就算是一个影子。 至于看点自然是梁家辉和叶宇清,片中叶宇清怎么死都死不掉那一顿和东承熙,就中梁朝伟张学有那顿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然后是任达华和关芝林在《爱在黑社会》的日子的合作,其中叶宇清也在,不过出演的是任达华的妹妹。 本片表面上是一部黑社会影片,其实就是一个婚外情故事。 几个女演员中最出彩的是叶童,那种风情和柔美,全使得恰到好处。 既然说到了叶童,任达华和他还合作了《纸和藏尸之公审》,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导演也有点偏向嫌疑犯,搞了一个开放式结局,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罪。 其实本片故事不怎么样,倒是几位演员比较给力。 既然提到了《真实案件》改编的电影,建议大家看看叶童和吴振宇的《荣诗奇案》,故事比较丰满,比这一部高级不少。 接着是和于丽合作的毛警时分,毛,MO,没有的意思。 任达华原本是个警察,在一次任务中失去同事,之后患上了AK恐惧症,然后又发生许多悲催的事,妻子被凌辱,最终他战胜恐惧,和汉匪对决。 全片还是比较流畅的,复仇阶段渲染的也比较刺激。 当然还要夸一下漂亮的余力,他就是苏友鹏般绝带双交的腰月。 之后是任达华和张曼宇合作的连郑第一击,迪龙大哥主演,李子雄焉大反派。 故事其实没有多大新意,就是讲述连郑公署成立初期遇到困难的故事。 任达华低估了反派的能力,结果死得太惨了,当然也要夸赞一下杀手巴两斤,杀起人来非常果断。 然后是和郑玉玲合作的两厢情愿,就是一个杀手和乡村女教师的爱情故事。 有时候爱情来的就是这么简单,你当我是武男,我却喜欢上你了。 任达华反正和武男是分不开了,基本上成了他的金字招牌。 接下来是和周海妹合作的触目惊心,任达华在里面出演一个有点神精致的变态,闯入到独自在家的周海妹住宅。 本片恐怖氛围营造的比较到位,不过最吓人的还是那个诡异神像,一直让我们以为是他搞的鬼。 个人觉得还是黄秋生和叶玉卿的盲女72小时好看一点。 既然说到变态角色,又怎么能错过他和翁红合作的挡不住的风情呢? 任达华完美全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偷窥狂,前面全都是铺垫,最后十分钟才是正片,千万不要错过。